2024年到达尔能源汤姆斯杯即油博杯决赛 4月27号在成都拉开战幕 本次比赛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2支队伍参赛 现代羽毛球运动起源于何时 经过了哪些发展 羽毛球如何搭建东西方沟通桥梁 成都2024汤油杯主裁判之一 成都体育学院拼与教研室副主任孔明敏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对此进行解读 对于现代羽毛球运动的起源 孔明敏表示羽毛球运动有起源于印度 中国 日本等多种说法 目前多数学者认为 现代羽毛球运动1873年诞生于英国 1877年制定了羽毛球比赛规则 相存是在1877年 英国的八四羽毛球俱乐部 他们开始是第一个制定的羽毛球比赛规则 然后在1899年举办了第一届全英羽毛球锦标赛 所以现代羽毛球运动就是在英国诞生之后 逐渐很快在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 而到20世纪初流传到亚洲 美洲 大洋洲 最后传到非洲 包括我们国家也是在20世纪初羽毛球才流传过来 同为世界雨联三大顶级赛事 汤姆斯杯 尤博杯 与苏迪曼杯有何不同 对此孔明敏进行了解答 同是团体赛 汤油杯和苏迪曼杯 他们是有区别的 苏迪曼杯比拼的是 每个项目最强选手的实力 阵容上没有选择困难 淘汰赛阶段的苏迪曼杯 他是把单向最强或是状态最好的队员派上去 而汤油杯比拼的是队伍整体厚度 如果我用一下足球的术语 他说的是板凳深度 汤油杯每场比赛需要派出三个单打 两队双打 并且这三单两双严格按照世界排名 安排出场顺序 在阵容上减少了队伍出骑兵的可能 所以最终决定胜负的 很有可能是各队排名第二 甚至是第三的队员 在多年参与羽毛球裁判等相关工作中 给孔明敏留下最深刻印象的球员 是丹麦队的中国通安赛龙 一口流利的中文 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让他在中国收获了不少球迷 对安赛龙我的记忆是比较深刻的 2015年中国公开赛 在福州 那是我第一次在大赛现场看到安赛龙 安赛龙的胸前 他印着微信公众号二维码 是他自己建的二维码 他邀请大家添加他的微信 他非常会营销自己 他用中文接受采访 甚至和中国裁判员说中文 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和练习中文 于是他获得了非常多的中国球迷的喜爱 2016年昆山汤油杯 安赛龙他率领丹麦队 在决赛中战胜印尼 第一次获得了汤姆斯杯 安赛龙是一个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的运动员 于是他成功地把昆山变成了丹麦主场 带动现场观众给丹麦队加油 在羽毛球赛场内外 除了有拼搏和竞争 还有很多暖心和友谊 这让羽毛球这项运动更具有感染力 搭建起了东西方沟通桥梁 最近的我觉得让人印象深刻的一次 就是去年在成都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我们的国家年轻运动员叫王振行 他的对手是来自非洲的 乌干达的一名运动员 他的球拍坏了 然后他没有备用球拍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拍子 他可能就是能够弃拳 所以当时王振行主动把自己的球拍 借给那名运动员 然后让比赛能够顺利地进行下去 然后再后呢 他还把这把球拍赠送给了对方 大家最喜欢看的邻里大战 大概有40次 他们俩现在都已经退役了 在他们职业生涯的末期 每一次比赛完成之后 他们场上是对手 场下肯定都是有一个热情的拥抱 互相交换球衣 能够感觉到一种英雄惺惺相惜 我想这也是羽毛球运动的一种魅力 这是康优杯 在成都的举行 是成都举办的羽毛球级别最高的一次比赛 顶级的赛事 也是作为成都的一张银片 世界远连派过来的外派裁判员 我们的临场裁判员组成了一个群 群的名次叫做熊猫与火锅 这就是成都这个城市 在我们可能是国外的产品员 他们心中 最有特色的地方 过来吃火锅 过来看熊猫 然后享受我们的盛大的赛事 如今羽毛球运动 已经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体育运动之一 截至目前 世界羽连已有超过170个会员单位 在孔明敏看来 在世界羽坛这一开放系统中 东西方国家应一同拓宽 世界羽坛的资源总量 促进羽坛系统有序发展 羽毛球这个项目 如果要走上长盛不衰 不光是我们中国 包括这个世界的羽毛球运动 它如果能够发展得更好 那我希望是 大家不要停留在 现阶段这个竞争阶段 而是大家一起协同进化 拓宽世界羽团的资源总量 促进世界羽毛球系统有序发展 比如说中国来讲 那我们更应该去担当起 全球羽毛球文化的推广者 广泛地培养全球青少年 对羽毛球的兴趣和爱好 淡化金牌政绩 转变羽毛球发展方式 去促进我们这一项运动的 商业化 职业化 培养国内外的羽毛球市场 提升中国在世界羽坛的话语权 也促进世界羽坛健康发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